这是建议第二个部分 拉香管 主要在这儿讲讲苏三故事 它一共分为五组 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组 介绍苏三 渝王三公子是怎么认识的 拿匹判的女子就是苏三 她的人名叫周玉姐 河北省广平府曲流县人 苏三的父亲她叫周延亨 早年在大同任过检官职 可以说苏三出生不错 但在她七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去世 投靠舅舅路上被人贩子 卖到苏环妓院 老宝姓苏排名第三 所以简称叫苏三 取一名花名叫玉堂春 手拿扇子的公子 是王三公子王景龙泰南京人 目着苏三名气来到苏环妓院 经过老宝引荐 他们俩就认识了 王三公子待了一年 身上所带的银钱三万多两银子 被老宝骗光 老宝使记 把王三公子给赶了出去 把苏三从北京卖到红桶 做马上小老婆 当时是有三千两银子 咱们接着看第二组 这次当时在案发现场 剧中他一共有五个人物 凳子前面一倒下去的这位男士是 红桶县的富商 马贩子 沈红 经常在外贩马做生意 不在家待 粉红衣服的是苏三 绿衣服的是马贩老婆 原配夫人 她名叫皮士 她水性羊花不手不当 于桌子后边 穿黄衣服的邻居章 有奸情 两人使记 要害死苏三赶走沈红 因为这样 皮士跟邻居章 就可以永久地生活在一趟 皮士下出做了 有多酸辣面 由于当天 苏三她感染风寒 身体不舒服 没有吃面 这马贩子 不知道 把面吃了下去 当场 蹊跷流血 中毒二脑 皮士上来收瓦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的计谋 没得逞 她揭穿 还来嘴的诱舍 为自己作证 就说苏三 谋财害命 害死自己老公 门口呢 有小女孩 她是人案子见证人 她是皮质丫鬟 叫断名 可明桃公桃有规定 下人 不能高发主子 就以下不能犯上 所以她这目击证人 没其他作用 苏三就这样 原谋的 我们接着看 第三集 光想一看 这是生堂的场景 第一是拉拉绝绝 把苏三 抓到红红线阳上来见官 父母关押她姓王 私底下被皮士 还有邻居章 用银两 把她背录了 在第二次生堂的时候 她根本不容苏三解释 就使用这种酷刑 这个形态叫 展形 拿竹条加十个手指头 苏三 她一个弱女子 奈何不了 最终就得去打成招 盼了死前 把她 关押的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牌书底下的 你们有没有去过 说到这个故事呀 咱们再提一下第一组的王三公子 马简龙 反正她以赢钱被老宝骗光 她就回到自己老家南京 在第二年开春的时候 这王三公子 她又去参加成了考试 非常幸运 她中榜了 中的是第八名进士 被点为山西学 说来也巧 在她预恋案件的时候 发现洪洪现成桑的案子 说 苏氏 谋杀亲夫 对这个苏氏的新式介绍 跟苏氏一模一样 发现这个案子有蹊跷的疑点 王三公子上南日 原研发案 但是在结内看 苏氏想到自己老子就骂了 同年线上去 可能这几天就要被老屁了 这是一个最后的故事结局 王三公子把这个案子 定了太原重新复审 经过三堂会审 苏氏这个愿案就大白于天下 可当时王三公把孙氏解除出来以后 他发现 自己面前又摆了一段难题 因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边 他们俩等级的要神殊 王三公和他的当官等级要高 苏氏呢 开始生活在最低层的变化女子 经过这王三公左思右想 最后的角色 把自己关袍关服 全部都在藏脚处 一往他身上穿 他身上穿的是平民穿的衣服 跟苏氏远走高飞 回到河北邯郸 孙世约案的最后的故事 就就是写 这几句 大家看这个仅是不应该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对 有没有